明星加盟剧组后 剧组利用明星的人气炒作其私生活的事 用以扩大作品的知名度 这在娱乐圈已不再是什么秘密武器 而是司空见惯 去年年底 佟丽娅的一则新闻就是典型的例子 当时她在拍摄一部电视剧 剧组有人爆料 拍戏期间佟丽娅男友陈思成不见来探班 似乎已经分手 该则新闻曾被炒作一时 佟丽娅被追问此事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聊工作必谈感情 时间证明这就是典型的炒作 日前深夜 佟丽娅陈思成与朋友一起在泡巴 接下来三人勾肩搭背走出酒吧 佟丽娅陈思成与好友告别驾车离去 开到一所高档小区后 陈思成下车与保安问好 显出一派和谐的气氛 停好车后 佟丽娅陈思成手牵手 共赴爱潮 分手传闻不攻自破 爱情 爱情 慢慢变成 孙虎视频 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孙虎视频 大家好 我是姚贝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tals